谢霆锋指责张柏芝骗婚,孩子生父真相大白,网友,难怪会选王妃。 谢霆锋指责张柏芝骗婚,孩子生父真相大白,网友,难怪会选王妃。 不少网友觉得很奇怪,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人离婚,孩子有两个都是男孩,为什么两人离婚后谢霆锋一个孩子也争取不到呢? 不少网友觉得很奇怪,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爆料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是在2002年3月就开始相恋了,不过在这之前还要一个人和谢霆锋谈过恋爱,那就是王妃了。 王妃和谢霆锋是在2000年6月公布恋情的,不过好景不长,谢霆锋和王妃在2002年3月分手了,这才有张柏芝。 不过谢霆锋和张柏芝的第一段感情才雷迟了一个月,后面又爆出和王妃复合的消息,两人就这么的疯了,事情还没有结束,王妃和张柏芝两人的竞争,因为张柏芝怀孕了之后,张柏芝就胜出,也成为了谢霆锋的妻子。 谢霆锋指责张柏芝骗婚,先是用孩子拴住自己,在结婚前就想到离婚了,结婚的时候张柏芝和谢霆锋签订分手协议,在协议写得非常清楚,两个孩子是留给自己的信念,如果谢霆锋不要自己,还有爱情的延续。 开始谢霆锋被爱情冲昏了头脑,当离婚的那一刻还彻底想明白。 现在爆出很多事情矛头指向谢霆锋,张柏芝反倒是成了一个好母亲。 不过孩子生父真相大白,是谢霆锋没错,张柏芝只是想要有人陪伴,大概也是因为这点也是因为协议,谢霆锋一个孩子都没有争取到,而且现在对两个孩子都不冷不热的。 还是很多网友都佩服谢霆锋的,王菲和谢霆锋两人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,这十几年以来谢霆锋都是脚派两条船,不愧是被称为情圣的明星。 现在和王菲复合也不是没有原因,不少网友也表示,难怪谢霆锋会选王菲。